中兴网10月31日电日本新华侨报31日刊文称 距离中国双十一购物节只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近日有日本企业也宣布要在日本国内蹭一把双十一的热度计划推出一系列的促销活动 在日中国留学生称这是中国节日秘书出到日本的成功案例 资料图双十一购物节中兴设发里程运设文章摘编如下 距离中国双十一购物节只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中国各大购物网站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各家网店的经营者也从几周前就开始着手准备 近日有日本企业也宣布要在日本国内蹭一把中国双十一购物节的热度 10月30日日本大型跨国零售集团勇望宣布将在今年11月10日到17日间展开为期八天的双十一促销活动 与以往日期参与中国双十一购物节不同的是 本次促销活动只针对日本国内市场同样以往够的形势进行 勇望零售经营企划本部广报部长博也博子在媒体上表示 在年末的圣诞节新年之前11月的消费指数比较低 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促销活动在日本创造出全新的购物文化 同时日本雅虎也在双十一购物节期间推出促销活动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特价 11月的购物节正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狂欢 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每年11月末的黑色星期五购物节本意也是为了在圣诞节前的感恩节期间再赚一波 事实上美国的黑色星期五购物节从11月初就开始陆续启动 为了和中国的双十一购物节河流 近年美国四大百货公司均推出了中文版官网 可以选择手机支付并只有中国 一位在日本就读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表示 去年自己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到媒体大幅报道双十一购物节的新闻时 就已经预感到日本商家肯定会有所行动 学校经济学的教授对这类商业节日的创造也赞赏有加 没想到日本商家这腰快就要在国内大规模开展双十一购物节促销 这也是中国节日秘书出道日本的成功案例 叶文九